一眼就看上的,竟是一朵大葱花 那真是,等离了个谱 其实这是求根界的颜值天花板 大花葱 还有一个好听又可爱的名字 吉安花 但绝不是恰罗宾的朵苍辉 这么好看的花花 手工人但要做了它 德雷后外评价 今天就用塑料纸热缩一朵大花葱板 据网络科普 大花葱花朵为淡纸色 这还不简单 一支马克笔搞定 花瓣呈半透明状态 那瓣膜的塑料纸真是绝佳搭配 每个花絮大约2-3000多小花 虽然有被蜜孔震慑到 但想法有了 行动就立马开工 买不到现成的切片 就网上找张高清大图 以直径16厘米的大圆球形花絮为例 我画了个40厘米的正方形 1比2.5的缩绿 但没有忘记 拉伸宽选 大花球 干笔工具 扣一扣 副纸粘贴 列队牌 大花小花全都有 出门打印就完事 我怕不是在做门收工了 这小笔描绘花朵轮廓 简单一活 可引锦 可洒脱 最后一数 半天才干294朵 准备工具 热缩四色 切兰茄子 看起来真不错 起个大枣 继续刷刷刷 才干一会儿 成年老笔 罢工了 找了四只男子色系 想要静便 意思意思 摆在一起 继续研究 Plan B 不要浅了白 加红 加群青 加天蓝 搅合搅合 这紫色丙烯 涂上去 到有点闹味了 一个兴起 拿起画笔 流水线 小工上线 一口气全部涂完 热风吹起 热缩后的小花 以前蜜是紫红色的 这不够是我可不可以 预感不妙 翻车在即 幸亏有纸证明 这不像得很吗 抽筋看看 新浪一半 透明玻璃面的斑驳 是翻车的实锤 回忆一下 是首长出新大意 追求速度的痕迹 本轮报废塑料花 218朵 再接再厉 改变制作顺序 先上色 再描边 然后修剪 热缩 一顿操作 收获120 纸红纸红的表面 干干净净 对比一下 颜值上天 但我的真爱 还是浅蓝 浅纸210 同意我观点的宝子们 点个赞鼓励一下 三颗米珠 串起花蕊 铁丝打卷 竖成根筋 修剪末端 麻花铁丝 大约6厘米长 穿过花朵 UV胶固定 倒扣在紫外线 灯下凝固 费点时间 做小白也能干成功的手工 真是美哉 周末在家闲不住 就一起动手吧 最后家里泡沫板有把 先切成6x6的立方体 再去掉20个边边角角 可以收获一枚6个面紫线呈加号的签密小球 密笔铁丝5根一组分好备用 泡沫板浓点低 热纹胶不太烫的时候趁它不注意挤进去 充分填满 5根铁丝同时戳进去 等待凝固 最后皱纸胶带场景滤镜 这就是我的大花葱的基底部分 一口气6枝都做了 闭合环节 先用黏土把泡沫花球包圆了 增加花絮球星的色彩与质感 最后就是扎扎扎的环节 必须拿出罗姆姆的气势来 马克比出的小花 统共70几朵 试过两次都无法围成一个圆球 最后我决定断臂取舍 麻花铁丝剪短一点 做了个直径10厘米的小花葱球 另外翻车的塑料花也没有被放起 搓了3朵大花葱 单单背景 最后来观赏一下拥有120朵小花的 紫红玻璃大花葱球吧 真真是也太绝美了吧